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ohn Heiss 我现在在荷兰恩多芬非常有名的游泳学院 我们今天要来见Jacques Verharan 荷兰国家队的教练 曾经得过多项奖牌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了解一下荷兰所采用的技术还有营养 走吧 Hi John John 你好 我是John Heiss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Jacques Verharan 谢谢你 好 我们就来参观一下吧 现在游泳比赛跟英王不同了 对吧 以前只势必来回时间 现在比较注重快速来回 更聪明智慧型的锻炼 好 你前面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有一个录影的分析系统 那么来分析一下它的怎么样转身 还有水底是怎么样游的 那么这整个游泳池呢 我们已经接上了11个摄影机 所以说我们可以来衡量他们每一次的时间或者是它的动力等等 你可以来量它转身踢墙的那个角度 我们这边的教练啦 科学家啦等等的都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专家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只有马表 还有我自己给他们设计训练 然后呢 来计算心跳 现在这不一样了 我们的教练的工作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有一个整个团队跟着你合作 医师啦 物理治疗室经理 还有科学家等等的 所以你呢 必须要能够有能力跟他们一起来合作 所以不管你最专长的科学是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你对水底的这个感觉 这个直觉 要跟运动员聊天 要了解它 关心它 你知道它不只是只有科学 虽然后面有很多科学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跟人合作 在恢复体育的时候 营养扮演什么样子角色 首先呢 就是要补充水分 你知道很多人呢 在游泳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都不自觉说 其实呢 他们跟那些跑步的人一样的是失去水分的 那么赫宝福24产品在你们锻炼后开始使用了吗 你知道其实呢 游泳选手呢 他基本上是24小时不休息的一个选手 他们早上要练习 所以说早上呢 什么都可以吃啊 你看像是Prolone啦 Formula 1啦 还有我们的Hydrate 还有Rebuild Strength 还有Rebuild Industry 都非常的好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重量的训练啊 然后呢 下午呢 他们有一个耐力训练 所以呢 我们所看到就是他们这个训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有好的产品的才能够好的恢复 我的工作呢 作为一个教练呢 就是要能够去解释给这些游泳选手听 让他们能够懂 因为呢 我现在有这么多的数据 这么多的研究是一回事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用在他们的身上 帮助他们在跳水或者转身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成功 这才是我作为教练的工作 我看你那这大小小的研究 之后的研究 很新的制作 比较少计计划